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员围棋频道的快乐围棋学堂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初级课程的第14课 打入的下法 那么什么叫打入呢? 打入就是指在对局中 那么面对对方的空 将我方的棋子放进对方的空里面去 那么打入有没有什么目的呢? 当然是有的啦 打入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对方唯控 那么我们通过例题来讲解一下 那么大家先看到左上角的这一个题 那么左上角这个是一个白棋的心位 然后两翼张开 那么这个样子的这个棋形 如果让白棋就这样唯控 那它太大了,对不对? 用子非常少 唯的空也太多 那肯定是黑棋不愿意接受的 那么遇到这样的棋形 我们的黑棋有没有办法 可以打入进白棋的空里面呢? 可以限制它的发展呢? 缩小它的唯控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黑棋最简单的 最初学的下法 在初级阶段我们有这样的下法 那就是点33 那么这个我相信小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 点33 点33掏脚 非常的安全 那么白棋 黑棋点33以后 然后白棋 黑棋就在脚上下固定的定式 点33定式是固定的下法 那么黑棋爬 然后白棋扳 然后黑棋扳 然后白棋长 然后黑棋长 爬一个 然后白棋长一个 然后黑棋扳 然后在上方扳扳 白棋扳 然后黑棋连上 然后白棋扳一个 那么这个下法是最初级我们学过的 是吧 那么黑棋得到的是脚上的失控 那么白棋呢也不差 得到了一个非常厚 非常完整的一个后视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他们双方的战斗了 那么这个是初鞋阶段 对吧 那么随着我们水平的提高呢 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针对这个两翼张开的一个破法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 挂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挂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个黑棋的挂脚是不是走进了白棋的空里面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黑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让白棋的这个大空缩小一点点 那么白棋面对这个黑棋的挂脚 那白棋肯定是想的是 我这么多棋子 你才一颗棋子 你都敢进来 那我肯定要攻击你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肩顶 肩顶的方法 那么黑棋长 也是个固定的下法 那白棋跳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安全了吗 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又不能够另二拆三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就叫不叫拆 这个就不叫拆了 对不对 这个叫撞墙 是叫碰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下法 千万别下 那么这个黑棋正确的下法呢 是黑棋的拆一 然后白棋呢 顺势一接 这个接是为了收根 收根 不让黑棋在下面有眼为做活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没有办法呀 对不对 那么就只有往外面逃了 那么这个就是 面对这个白棋的这个两翼张开的一个黑棋的打入的方法 那么打入的目的是什么 通过这个立体就能看到了 把白棋的空是不是给缩小了 是吧 那么很厉害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立体 那么大家看到右上角 那么大家看到是这个图形 那么这个图形 白棋是一个星位 然后两个大飞手脚 那么请问 这个白棋是不是三个棋子就围住了脚上这么大一片空呢 当然也不是啦 我们黑棋还有 掏空的方法 对不对 打入的方法 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黑棋就走点三三 比较好了 那么黑棋点三三 还是点三三 因为脚上眼位比较丰富 然后白棋挡 它两边都可以挡 因为位置是一样的 是吧 挡哪边都是一样的 主要看和周围棋子的配合 然后黑棋爬一个 要做活 然后白棋扳 黑棋扳 然后白棋 虎一个 黑棋断了 然后白棋连上 黑棋扳 扩大眼位 对吧 然后白棋打一个 然后黑棋虎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现在别走错了 这个时候一定得虎哦 因为虎的话 眼位比较充分一些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白棋打尸 那么黑棋 打住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可以轻易的 在白棋的这个空里面做活 那么这个打入 是不是非常厉害呢 对吧 那么小朋友们学到没有呢 好 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强解第三个例题 好 那么第三个例题 请大家回到这个大棋盘上来 那么第三个例题是黑棋 有三个棋子 大家一定要注意 黑棋这儿 一二三三个棋子 这个黑棋想的是 哦 我三个棋子 我就能围住上面这条边的空了 那这个肯定 白棋不是这样想的 对吧 白棋要干嘛呢 要打入 那打入就要走进对方的空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悬点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看好 啊 那么这一个距离是大飞的距离 那么这边的距离是超大飞的距离 请问白棋打入在哪一边容易活齐呢 当然是越宽越好 对不对 距离越宽越容易活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白棋就要打入这个点 因为这边要宽一些 对吧 那么白棋打入 那么黑棋想的是 能不能把它撤了呢 对不对 啊 先给它封锁住 盖头 然后白棋 长一个 啊 跨到眼外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要连 有一个段 对吧 黑棋连上 这个时候白棋往哪边走齐呢 次序是先走哪边呢 先走宽广的一边 对吧 所以说白棋先飞 啊 往这边飞 然后黑棋要见一个 不然白棋就出去了 对吧 黑棋要见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再往右边顶一个 继续扩大眼位 然后黑棋要挡嘛 不然就冲出去了 黑棋挡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有一个妙手啦 怎么走呢 家的妙手 那么这个白棋一加 就可以把自己的棋和外面比较安全的棋子连接的很好 那么小朋友可能会觉得 哎 这个有问题哦 我们黑棋是不是可以立下去呢 这个不是把白棋给分断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立 这个行不行 那么黑棋立 白棋就直接怎么样呢 白棋直接断了 那么小朋友们自己来看一下这个白棋的棋和黑棋的棋两个比 那肯定是黑棋比不赢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黑棋立下去 会被白棋断掉 给吃了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只能怎么办呢 只能连上咯 然后白棋怎么走呢 白棋也联络呗 好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白棋通过这个打入得到的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 我们通过白棋的这个打入 把黑棋上边的空 是不是基本上完全的给破掉了 对不对 那么破掉了对方的空不说 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白棋自己的空有没有增加呢 有啊 你看白棋好大的一个脚 还有边上的空 那么这个打入应该说是非常的成功的 那么这个打入非常严厉吧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例题 好 那么大家一起来看到大棋盘上 我们的第四个例题 那么这个例题是白棋先走 那么小朋友们能不能找到打入的选点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黑棋是哪个地方有稍稍有一点点问题呢 那肯定就是这两个咯 因为黑棋的这一块棋是非常厚的 形状很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白棋就要想办法 在上面的这两个黑棋呢 去找毛病 那么这个黑棋有什么毛病呢 这个黑棋由于距离 距离稍微宽了一点 然后又由于白棋两边都有棋子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要打入机会 干嘛呢 打入 打入哪里呢 中心点 中间的位置 那么黑白棋这个打入是非常严厉的 那么白棋的这个打入 不仅仅可以破掉黑棋的空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跳 如果黑棋的跳 那白棋该怎么走呢 白棋肯定要往外面逃 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 逃的同时 我们白棋还有一个目的 我们白棋能不能一边逃跑 一边把黑棋的两块棋给它分断呢 如果是这样跳的话 那黑棋很简单可以拖 就连回家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跳就不是很好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尖 那么白棋的尖 不仅能够逃跑 能够出头 同时还能把这个棋子和这两个棋子给切断 那么这一个例题可以告诉我们 有些时候的打入 不仅仅是为了破空 那么在这个例题的这个打入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目的呢 攻击 对不对 有一点点对黑棋起到了攻击的作用 因为两边的黑棋都不活 所以说白棋这个打入的时机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你们听懂了吗 好 接下来看第五个例题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五个例题 那么第五个例题 来看一下大棋盘上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下 白棋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打入的选点呢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白棋周围的棋子的厚薄 那么白棋在这一个局面下 有没有比较厚的一些棋子呢 有 在哪里 那肯定是在左边了 比较厚的一个棋子 对不对 那么他的这个后视 那肯定是想要发挥威力了 对不对 后视是用来干嘛攻击的 对不对 后视做不成模样 就只有用来攻击了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的这一个选点 那就是这儿 啊 那么白棋走到这儿以后 一下子就觉得这个黑棋 好像就有一点点危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子离这个后视比较近 而且这个白棋正好是给他们的自己的棋子 黑棋的棋子分断了 所以说白棋这个打入的选点非常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有没有办法啊 吓出什么漂亮的一些手段 黑棋只能接出头 对不对 跳出来 然后白棋也要出头 不能被黑棋封锁 被黑棋封锁的话 黑棋 如果被吓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打入那就算失败了 对不对 那白棋肯定要冲出去 那这个时候 黑棋也没有安定啊 黑棋也长 然后我们白棋呢 我们白棋还是没有安定啊 所以说也要长 然后这个时候的黑棋呢 就应该再长 白棋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去一直长了 这样子长的话 那这个水平就不是很高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白棋的速度 就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那么就可以震头了 好 那么下成这个样子以后 小朋友们来判断一下 白棋这个打入成不成功呢 成功的 把黑棋的这边上面的空 给破掉了不说 这个立体也是有一个什么目的呢 这个打入 也是有一个攻击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攻击哪个呢 肯定是这块了 因为这块黑棋离后势太近了 那么白棋把它分断以后呢 好像这块棋就显得更危险更薄了 那么这个就是打入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了 对不对 时机一定要选择好 那么打入一定要记住 不仅仅是破空 那有些时候还可以起到攻击的作用 对吧 如果不是很清楚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动画的讲解吧 第十四课 打入的下法 同学们好 我们在前面几节课讲解了唯控的下法 这节课我要为大家讲解下期过程中的打入下法 什么是打入呢 打入是指在对局中 面对对方的空 将我方的棋子走进对方空里面的下法 其主要作用是将对方的空破掉 从而使我方的空在全局多于对方 打入战术的使用在每一盘棋中都会出现 而打入战术成功与失败会直接影响一盘棋的胜负 这体现出打入战术的重要性 请看下面图形 白棋以左上角为主 向两边扩张拆开 黑棋现在该怎样下呢 黑一直接在三三位置点角 白二挡 黑三塔至白十二指 黑棋将角占为己有 而白则起了外势 今后白外势到底能围住多少空 这要看白棋怎样去下了 黑棋常见的是在本图中一位挂角 今白二肩顶攻击与白六继续搜根攻击形成常见图形 今后黑棋外面走好的话 黑棋还可以在脚上A位点三三掏空 这张图 右上角白棋看似为了不少空 但是因白三子位置偏高 且防守不严 黑同样可以在脚上点三三掏空 不管白棋在哪一边挡 围攻黑棋 黑棋都可以在脚上寻求安定 这是因为白在脚上的防守形状不好所致 这张图 上边黑棋三子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围空形状 三子周围全是白棋 这三子显得单薄 因此白棋及时打入非常重要 白一在黑棋最薄弱处打入 黑二盖压 白三长 倒白九尖加 白棋顺利逃回自己家里 将黑棋控全部破掉 白棋打入成功 假如在本图打入中 黑石走二线力 强行分断白棋 则白石一断 黑两子被吃 黑不成立 再看这张图 上边两个黑棋相隔太远 白一抓住时机打入 黑二跳 白三尖出 黑棋两子被白棋分断 黑棋左右兼顾困难重重 白一打入 显露出攻击的角色是非常及时的打入进攻 最后这张图 左面白棋因压制黑棋而形成外事 那怎样使外事有作用呢 白一打入 依靠外事的威力攻击黑棋 这是最好的利用 这种情况 黑棋一般是考虑如何放弃这子 考虑如何避开白棋左面的势力 将这局部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但是黑真要强行施就这个子 走二位兼出逃跑的话 白就顺势三位贴 到白棋横向跳 黑棋这块棋因附近没有自己的棋接影 有点苦吧 通过上面个立体 我们不难看出 打入下法是对局中比较锐利的武器 通过打入 可以将对方的空变成我方的空 打入还可以起到攻击的作用 因此要提高歧义 我们就要认真学习打入技巧 使之成为我们起胜的法宝 请同学们进入练习去试试吧 看了刚才的动画的讲解 那么小朋友们一定知道了打入的重要性了吧 接下来我们通过练习一起来巩固一下吧 第一个题的要求是 黑棋先走 现在的图形 你在哪里打入好呢 那么这个主要是看一个悬点的问题了对吧 那么走哪个点打入最好呢 小朋友们仔细考虑一下 好我们一起回到大棋盘 那么这一个图形 黑棋的这边是蓝逼了一个对不对 威胁到了白棋的这几个棋子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白棋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都要走上一颗 都要去跳 那么使这块空围得更好 把自己的棋补得更厚 那么但是这个棋呢 白棋肯定没有这样下 那么轮到黑棋走了 黑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 把白棋的空给它破掉 同时还可以起到一些攻击的作用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选择在什么地方打入呢 那就是在这儿的打入了 好 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打入了以后 白棋肯定是想的是 哦你这个棋子离我的这个后棋太近了 那我肯定是想要把你给吃住 对吧 那么如果白棋是这样想的话呢 那就错了 因为黑棋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它周围有棋子接印 所以说这个打入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黑棋给杀掉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是压的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哦好像我的出路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黑棋怎么逃呢 那就顶一个啊 然后白棋如果挡的话 然后我们黑棋就搬 哎小朋友们可能看到了 哎我这个不是和外面的棋子连接上了吗 那这样的话白棋还能不能够把黑棋的棋子给吃了 不行 白棋只能够连上 然后黑棋呢 长一个 那么这个黑棋通过打入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的是一点点失控 那么同时他把对方的空给掏了以后 还有一个目的 让对方没有根据地在这做演了 那么这块白棋是不是以后还要往中间行棋呢 那么这个就是打入的严厉之处了 那么你们做对了吗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那么第二个题的要求是 黑棋先走 白棋的周围有很多黑棋 你不想打入攻击吗 那么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白棋两个棋子稍稍有点薄了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就有机会 可以打入进白棋的空呢 那我们来回到大棋盘上 好那么这个白棋的周围都是 比较多的一些黑棋 我们肯定能答对了 那么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这个打入 好那么我们的练习呢 就先练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科学的打入的下法 那么通过刚才的例题呢 我们知道了 那么打入不仅仅只是为了破空 对吧 那么打入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那还有攻击的作用 那么打入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打入战术的失败与成功 那么影响了一盘棋的输赢 影响了一盘棋的胜负 所以说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在打进去之前 那么就要想好 我这个棋子我走进去 我到底有没有危险 如果有危险 那么我们还要再想一想 对不对 如果没有危险了 那么才要进去打入 因为这个输赢 是关系到你打入的成功与失败的 所以说这个要非常的慎重了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这个课呢 就先上到这儿了 那么如果小朋友还有什么 想要练习的呢 那么可以进入我们天忆元网站 里面可以有很多练习题 那么大家可以多做一下 然后巩固一下知识点 那么我们明天的内容呢 是第15课 攻击的下法 那么攻击呢 也是属于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一课 那么所以说到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 好那么今天就先上到这儿 那么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